報名了 好,10組,10組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第一組是Mini Mini,阿倫 各位好 我是那個G0 Lee News的特略編輯冠田 然後,這位是特略編輯的Mini 那,今天就是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G0 Lee News最近的一些成果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些 可能要 推大家進去 那,第一個要講的是 我們的公民科技周報 就是G0 Lee News的代表 那,它就是每個禮拜發一次 就是來自全球各大州 非洲、美洲、歐洲、亞洲 就是一些重要有趣的公民科技行為 然後,舉個例子 像這個就是 開運輯的重大議題 然後,台灣內部的一些政策討論 企業的租稅問題 然後,臉書、社群網路 或者是一些對於 公民科技 公民科技之間的關係的討論 然後,還有 這樣就是看家人講新聞 然後,還有一些 開放的科技怎麼樣子在你的生活中應用 這樣子 所以說 這邊 我們可以跟大家一起協作的 就是包含說 大家可能 因為我們編輯會自己選一些題材 那大家可能會看到更多 更廣泛更有趣的東西 那就是 歡迎大家在每個禮拜三的 下午四點之前 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二點 就是上到 那個SEC的News Channel 這個頻道裡面 然後就是 我們會PO一些東西 那你們也可以PO一些東西 就是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放那個看到有趣的東西 然後最好可以加上一句 你覺得哪裡有趣 你覺得哪裡重要的 讓我們今天幾乎快 有這個狀況 對 那順便廣告一下 就是我們下個禮拜 也就是後天 會有第七期的 全新出發的 digest複刊號 那 所以說 複刊之後呢 也是很歡迎大家都上去看 然後 也一樣來到SEC的 那個 news channel裡面 留言 他說有什麼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建議可以這樣子 改革自己做得更好 對 那接下來是 我們的 評論投稿 就是我們有 我們也是很歡迎大家 從自己不同的專業背景 我們今天聽到有的是 FDS背景 有的是法律背景的 那不管就是從大家 自己 自己的領域出發 或者是做 單純做一個公民 然後 你看到的東西 你就有一點想法 就是 來投稿給我們 那 像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 之前那個 時代力量的小朋友 他們提了一個 讓台灣 開放資料走到十字路口 這邊文章 那 後面也有 也有一個公務人的 社群朋友 他就是 又回信過來 然後去 我們希望可以 透過這樣子一個 平台 讓大家有一個 辯論討論議題的機會 這樣 所以說 投稿我信箱是 INTF小數 OCS.TW 這樣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現在 正在發想中的坑 就是 真的很歡迎大家都進來 就是 我們明年市長派選舉 那想要做一個專題 就是說 因為像柯文哲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就是 有提到很多 開放政府的 議題 然後還有他想做 是像iVolting 參議室日算 他做視覺化日算 還有就是 各種系統 這樣 那 他到底做得怎麼樣 然後 我們想要做一個體檢 另外的話 就是明年 我們現在暫時可能是 訂六都 但是都可以再討論 就是 六都很多市長 他們可能 針對開放政府 會有更多的 更多的想像 那 所以說 想做一個政界的大評比 這樣子 那就是 一樣歡迎大家到 Stack的news channel裡面 跟我們大家一起來發想 就是像前面 要提檢柯文哲的東西 我相信絕對不只 簡報上列了這幾個 所以就是 一樣歡迎大家 到這個裡面 去跟 跟我們說 你們還想到哪一個議題 是希望 我們去探討 我們去 我們去提檢的東西 那當然還有下面 這些東西 大家都可以一起 一起過來發想 然後一起過來跟我們討論 或者是你有什麼 很好的資料來源 那也都歡迎提供給我們 好 我們的報告在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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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r